I'll hold on tighter to you 嗨 大家好 我是荒怡 我现在人在从台北回台南的高铁上 今天这支影片是蛮临时拍的 怎么说呢 大家知道我家里有一只柴犬跟一只贵宾狗吗 嘟嘟跟蜜吉 昨天晚上的时候 在遛狗的途中 嘟嘟就被别的狗狗咬伤 伤势其实算蛮严重的 以他的年纪来说的话 他已经12岁了 所以如果说要做手术治疗的话 最好是气体麻醉 但因为昨天状况发生的很突然 然后很晚了 大概9点多10点多 那嘟嘟的伤势看起来是 没有办法再撑两三个小时 之前他就有给医生评估过说 他的心脏回血不是很好 所以建议气体麻醉 可是因为没有办法再撑到那个时候了 所以只能先液体麻醉 然后赶快帮嘟嘟的伤势做处理 手术完之后医生就说 嘟嘟这周是观察期 如果他这周可以顺利的挺过来的话 那就可以放心 那如果不行的话 可能就是要做好准备 我知道狗狗都会有这一天 但我没有想到过会是这种方式 因为真的发生的很突然 我在想我要怎么去接受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在想如果真的 嘟嘟真的这一次没有挺过来的话 那我会希望影片记录的方式 记录他陪伴我们最后的这一段时间 今天是9月13号嘛 那它是9月12号的时候发生那一件事情 现在刚从台北拍摄完 然后赶回台南 就是为了要马上去医院见嘟嘟里面 我算是一个蛮 蛮相信说意志里走的东西 不知道狗狗看到主人 每天都去看他摸他的话 他会不会比较有动力 或是比较有心情 愿意努力的撑下来 那为什么他会被咬伤呢 就是那一只狗狗的主人 他并没有把他的狗狗用牵绳 然后他也不是第一次想要来攻击嘟嘟了 因为他就在我们家附近而已 然后这一次他真的就是冲出来要有多多人 我不会去欺那一只狗 我会欺的是他的主人 就是他没有尽好他的责任跟义务 把他的狗狗照顾好 然后他也应该要知道他的狗狗有攻击性的行为 不应该这样子放任他 所以我觉得网友们如果看到这个影片 还是要理智一点 希望大家可以讨论这只狗人的做法 而不是狗狗本身的行为 因为我觉得狗狗本来就是有天生的个性在的 他有他们的野性 所以我觉得要负责人是他的主人 那我现在工作完 现在就是要马上赶快赶去看嘟嘟 看他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 就等等动物医院见吧 我要看病狗狗 看病狗狗 咬伤的吗 对 嘟嘟 鳌嘟 鳌鱼姐姐来了 鳌鱼姐姐来了 鳌鱼 不要动不要动 哎哟嘟嘟 姐姐不敢吗 鳌鱼姐姐来了 哎哟 哎哟 好可怜哦 姐姐 你干吗 鳌鱼你要加油 好可怜哦 你怎么被咬成这样 有够夸张 鳌鱼加油 就是我跟多多享受12年以来 看到他最没有活力的一次 平常是 看到我都会很兴奋的跳 今天只能踹踹他的脚 完全没有活力 他现在可能稍微动一下都会痛 嗯 很可怜 那他吃东西就吃这个流质食物 对啊他因为还有胰臟发炎也不能太吃 他有胰臟炎 对 检查了做什么东西 轻轻的啊 没事没事 医生帮你把秀齿圈拿起来哦 这样比较舒服有吗 有吗 有没有 现在只要动到他他就会叫 因为他会很痛很不舒服 他送完的时候还是很有活力的感觉 对他会站开完刀 对 不舒服 刚刚医生说他检查出来有胰臟炎 如果这周称不过去就可能胰臟炎了 腹膜炎或白血 心脏的肌肉也有退化 老狗了还被咬成这样 哎哟 哎哟 伤口真的是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他现在有多痛苦 为什么经历这些的不是我 哎哟你今年恢复得很好 哎哟姐姐 我感觉吗 姐姐来了 姐姐 哎哟哥姐 哎哟哥姐 哎哟哥哥 哎哟对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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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你比昨天看起来好好多 哦你好棒哦 哎哟哎哟这样子哦 哎哟这样子 是不是 你不可以出来不行 最像姐姐想你哦 姐姐爱你哦 姐姐好爱你哦 哎哟你想姐姐吗 哎哟姐姐来了 你会要没有要有影怪 要有影怪 要有影怪 你吐雪靠喔 你吐雪靠喔 你吐雪靠是这样子吗 你今天还有工作 看你一下下就要走了好不好 明天再来看你 我不好 我不好 拜拜 等你好了 下面出去玩 船 scoutн 可以走路了 inert llev 仓陆 被那带 desde 没有 conex 今天是9月22号的早上9点左右 那在9月16号的时候早上 然后医生就是赶快打给我妈说 我们要不要赶快过去 嘟嘟快不行了这样子 我听到是很不能接受 因为明明前一天 他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的 怎么突然就这样 然后医生说很多狗狗都会 特别是小狗 很容易这样子突然会光烦躁 反正早上就是说 他不行了 因为那天早上有工作 我人在小琉球 所以我没有见到嘟嘟最后一面 那一天我姐姐和我妈妈 有去见他最后一面 然后嘟嘟就还是没有办法撑过去 所以今天安排了一个日子 要来帮嘟嘟送最后一层 送他到天上当快乐的小天使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真的觉得好无言哦 有想过有一天他会离开 但是没有想过这种方式 不管怎样 那我们就出发吧 好可怜哦 死掉了还抱这么多疯狗 对啊 下辈子红文姐姐说你要当他的女儿哦 可是身体要好一点哦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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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哈哈哈 你跟胡萨修行完 你要记得身体络好 然后去红文姐姐的肚子里面 当他的女儿 到你的女儿 你要选对妈妈 你的鼻子要 鼻尼要掉进去了你 neck셋 osób 下辈子不会带人家杂 不然你會嫁不出去 沒有男人會愛你 好可愛的芳怡姊姊來了喔 芳怡姊姊在這裡了 芳怡姊姊來了 你有聽的嗎 那是我們燒給嘟嘟的房子 我們還給他附了一個主人 然後好多可愛的罐罐跟錢錢 蓋個腳印 平常你們都怎麼叫他 嘟嘟 嘟嘟 你要腳接我一下 好 不會痛喔 痛心後接給我就好了 好 不用緊張 好 很漂亮 嘟嘟你很配合 我很久沒有遇到這麼配合的寶貝人 都很明顯 嘟嘟謝謝 謝謝 好 sahaja 我就很可愛 喜歡老婆 剛剛已看見 好 好 多久 快可以 不走 好 我現在很想要的 還快去我 要記得喔 要記得進來住喔 寫嘟嘟的家是你的家 知道嗎 還有誰這麼幸福 一堆罐罐耶 嘟嘟吃好睡好住好 趕快淋罐罐喔 淋罐罐住好房子 記得洪文姊姊的肚子下輩子要偷她來當她的寶寶喔 但是脾氣要好喔 咕咕 走囉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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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住新家喔 我們住圓榮喔 讓你做人更圓榮好不好 咕咕 那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8號 經過嘟嘟過世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 後續有在跟咬傷嘟嘟的狗的主人聯絡 一開始在嘟嘟往生之前跟他們說 一要非要他們出他們都說OK 後面嘟嘟過世之後 我媽媽要去跟他行款的時候 他們就說你要怎麼證明那是我們家的狗咬你們的 你要怎麼證明是因為我們家的狗沒有酸好 然後去咬你 然後還說 你就知道我家的狗會咬人 你還把他帶過來這邊散步 我當上聽到是非常傻眼 畢竟我們散步的地方是廟前的空地 那裡就是一個公共空間 那邊還有公共可以運動的器材 反正就是不賠就對了啦 然後我媽就說她要走死法 她就說去告去告 所以我們這邊也真的去提告了 然後提供大家一些報案的方法 可以先打給動保協會 請他們協助調查 然後可以的話再回到事發現場 像我們就回到事發現場 也有錄下他們家狗狗真的都沒有酸起來的影片 都會從外面突然這樣跑出來的影片 第一次去警局的時候 警察還蠻消極的 就說 啊這沒辦法告啦 那這個沒辦法成立啊 什麼之類的 之後去動保會調解 再從調解會那邊轉到警察那邊的時候 警察的態度就有好一點 也有告訴我們真的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這邊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賠錢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那算是 我要他們付他們應付的責任 而且我們只要他們賠醫藥費 不需要葬禮費 可是他們就是連那樣子的費用都不願意付 然後也不承認是他們的錯 但對我來說給再多錢 都都回不來了 然後最後我想說就是 身邊很多人聽到這件事情發生的當下 都會說 我要去拿什麼東西打那隻狗 我都會直接跟他們說 但那不是狗狗的問題 因為狗狗他們的天性 就是如果沒有經過教育的話 他們的天性本來就是會比較 護自己的地盤 然後會有攻擊性的行為 我覺得真正應該要受到懲罰的是他們的主人 然後他們主人事後的態度也讓我覺得非常的荒謬 無恥 沒禮貌 又不負責任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不要遇到跟我一樣的事情 也呼籲大家出門遛狗一定要酸千神 不管是不是你們家的狗會咬人 就算你們家的狗不會咬人 那萬一有別的狗要攻擊牠的時候 你也可以立即的把它拉回來 我過了很久才拍這支影片的結尾 因為我實在是 第一點是一開始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 第二點是 我很怕我拍影片會很激動會哭 那現在經過一個多月 我覺得我調適好了 我ok了 因為我不希望我在鏡頭面前太崩潰 然後沒有辦法好好的說話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好珍惜 可以與自己的毛小孩相處的時光 然後記得出門遛狗要酸千神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荒妮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到處理了 我們會不會再次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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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could give us some faith to go round We'll hold tight as we can when it's better again And that'll sustain me for now I'll hold on tighter to you My friend, when we're together again Together again When we're together again